請問一下為什麼露營要穿著這樣子 我很想知道 我今天被發了那個通告表 他說要寫真女性感的露營 那我說這好像很不合理耶 我知道了 這個脫掉就好了 可以 裡面脫掉 可以可以 現在又欲為自己是寫真填花板 算是 算是 等人生天風了 可以再更墊 可以再更墊 他們每個月都會拍一組不修圖的照片 賣給我 還在修圖 還在修圖 回修 回修 回修一點點 可以讓粉絲收場 我跟你講我今天有帶給要給思雅 還有小迪還有壯壯 因為這 熱電女孩我已經全部發布了 好 好 抽到深藍色就是主廚 好 你這樣 你這樣 深藍色是主廚 深藍色是... 方手 眼睛閉閉 眼睛閉閉 好 抽完放後面 抽完放後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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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拚了 你看這樣會不會有效果 七個人 那我們就做七道菜 七菜 目標七菜 好療癒 好圓喔 這什麼 我的頭都不大耶 可愛 超可愛的 怎麼那麼完整 是因為上面有培根嗎 上面沒有放熱的培根 我會買一個很酷的 什麼 吃麻葉 吃麻葉是很高級的 吃麻葉跟包肉 包肉 包肉 它就有不一樣的口感 對 泡菜 對 泡菜會想說大家吃那麼多肉 我那時候看到那個泡菜 我想說 哇塞 太專業了吧 怎麼才會買泡菜 因為我想說大家吃肉吃多了 一定會想吃泡菜啊 今天真的是 找人找對了 她當時我們去日本玩 我知道 然後她隨身攜帶一個母雞貓 就小小圓圓的這樣 母雞 而且她連潛水都帶她喔 母雞 她就帶著這樣 然後跟她合照這樣 男生 姐妹 然後後來我們去日本的時候 我們去迪士尼玩 然後結果她的母雞貓不見了 她直接在那邊哭 對 然後陪伴她好幾年這樣 前男友送她 然後她現在男友在旁邊 好好笑喔 真的好笑 真的好笑 真的好笑耶 這也是她先任男友也在安慰她 安慰她 那先任男友自己也在那邊哭 我就問她說妳幹嘛哭啊 她就說 妳不是在水瓶座嗎 沒有啦 射手座 妳說她的男友 妳說她的男友 對… 林靜 林靜的前男友 林靜 林靜 射手座很聰明 林靜的記不見了她哭 不是… 不是林靜哭 是她前男友 對 另外一半 是她之前的另外一半 對 然後林靜也跟著哭 我問她說妳為什麼哭 她說沒有 我看她哭 我就很想哭 而且我對那個娃娃也有感情 因為我會講是因為 林靜本身也有公開 所以我覺得OK 對 所以妳對水瓶座 是滿問號的是不是 滿問號 而且我之前交過水瓶座的男朋友 我也覺得很… 很過分 那妳覺得哪一個 那我跟妳說 我上分水瓶 我應該會… 會微問號喔 很棒啊 其實我有時候 對取悅醫師問號 真的喔 但她有時候會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覺得有點像 迪士尼公主 來在這邊嘗嘗嘗嘗嘗嘗嘗 對…她會… 然後她看到吃的東西 然後好吃的東西 她就… 我會這樣 我吃到… 我吃到好吃的東西 我吃到好吃的東西 真的… 她會自己這樣子 很累喔 她會這樣自拍好幾張 然後我們出國… 好可愛喔 就每個人都… 但我不可以影響大家 一整天行程已經結束了嘛 隔天她是七八點 六七點起來 然後一個人換四套衣服 然後我們… 我們都還在睡喔 我跟苡萱藍藍都還在睡 然後她已經拍完四套衣服了 對 因為我帶很多衣服 妳同一個地點拍四套 沒有 我找地點 她找地點 角落 角落這樣 然後不一樣的那個地點 然後我拍了四套衣服 她拍了四套 然後起來的時候才七點 他們起來才七點 天啊 我是可以一個人去吃飯的人 那她比我更怪 那妳可以一個人看電影嗎 可以 就是一個人逛街什麼都OK 對 妳很享受自己的那個生活 對 一個人看電影耶 對 妳如果覺得很好笑 然後每個人跟你一起笑耶 就自己笑啊 對 自己都 好笑 可是旁邊的人 就會覺得很怪 但我覺得這不是星座問題 因為我身邊有一個處女座 也是這樣 她很喜歡跟自己獨處 對人空間的部分 我覺得從南部上來 自己打拚的人 多半都會獨立 很厲害耶 因為高中之後就離家 就沒有住在家裡 沒有人照顧 對啊 沒有人照顧 這個的厲害了 對啊 對 妳更強耶 這更強啊 她來到台灣 天啊 她是香港人 那妳會講香港話嗎 對 香港人會講香港話嗎 雙子座 不是 我跟你講 我會問這個問題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身邊就有一個 可能是什麼台日混學 但她都不會講日文 她是台語 她是正港 她是混學 正港 正港人 那妳可以自我介紹香港 對啊 我想聽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閃迪琪 今年23歲 我現在是AKB4T 添TV的成員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們 還有支持《異想天開》 好厲害 好厲害 我等一下叫妳講《異想天開》 《異想天開》 怎麼叫? 《異想天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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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林丹有沒有叫林丹 林丹 好難聽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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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我叫林丹 什麼 林丹 林丹 我叫什麼 我叫什麼 我叫 我叫林丹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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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林丹 我叫林丹 大家好 我叫林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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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難聽 什麼意思嗎 什麼意思 台灣的林丹 就是 在台語來說 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說 就是 我們回來了 回來了 他們好像過得很舒服 你們回來了 你們回來了 耶 我們回來了 我們有準備 買什麼 點心嗎 反正自己買 自己選嗎 自己選一個 還選一個 還選 我最喜歡了 他們要這個 來 就是取取 你也先選一個 我猜的 我的份量很重 好 一二三打開 一二三 誰做了 你們沒有人拿到我的 他只是 沒有把它咬完 他是吃到一半 他不想吃了 他不想吃了 然後我還把他 說話就好可愛 你們的披薩很厚耶 但我喜歡這個 因為這個 青椒夠多 對 因為我跟妳講 我起司加很少 我喜歡比較清淡一點 清爽一點 我的超好吃 怎麼辦 我不知道這可不可以吃 我可以啊 這個黑成這樣 對啊這個黑 這邊要吃那邊邊 可以啦 黑的地方是最好吃 其實蠻好吃的 你要不要看一下這裡有多黑啊 OK 因為它真的很近那個火 對 剛好放在那邊 還有那個 可以可以 還是古早味披薩 它是咬口的 對 對 所以等一下可以加熱一下 這樣這樣是土豬的 對 我已經把位子讓給他 為什麼 因為他剛剛表現太好了 他還買了三倍 三倍 可以 而且最後一刻 找到了一盒尷尬 對 對 我就一直在 我一定要買一個高級食材回來 謝謝你 很棒 那就完整了 沒有 他算被你們說 我只有三顆 你要猜拳一下 你兩千塊買的這個東西是不是 對 你知道算你是AKB 兩千塊買的是嗎 為什麼 零食對不對 好 希望媽媽可以吃得開心 我們有七個人嘛 至少會準備七菜出來 對 好 而且我跟妳說啊 剛剛還有前菜 什麼什麼什麼 一路 一路到甜點了 到甜點 都規劃好了 幹嘛 今天不是說要當個正職的人嗎 我很正職啊 我真的洗那個耶 洗那個啊 這要先不洗 對啊 他要先給我一個 他要先給我一個 他要先給我一個迷思笑的 對啊 他要先給我一個 你是你下來做做 對啊 哇 你怎麼一直有這個畫面啊 你怎麼每一次 他說每次錄影都搬桌子啊 那我要坐下來囉 怎麼又是我 感覺看來 我有特別買了一個 這個 韓式醃烤肉醬 它就是可以快速讓肉類入味 然後今天就是你知道 在外野外烤肉嘛 覺得烤個雞翅應該是滿 滿有味道的 好久喔 剛剛那個誰 是你嗎 我 剛剛思雅說要不要在這裡拍寫真 對啊 要不要去那一拍寫真 很好啊 你要不要看一下那個場景啊 我看過啊 那女星不管怎麼 應該都可以假日 對 對不對 對 因為不是場景厲害 是人厲害 對 是人厲害 如果場景厲害人不重要的話 那就... 那就不行 那就不是真的 那我們就也分類裝 好 那 你要裝肉類 我裝肉類 那我先裝 豆干品 全部都是喔 對啊 玫瑰都是我們喔 怎麼樣 嚇到我裝 我們已經嚇到那個錯了 我沒有碰出來 兔兔喔 熊熊喔 好像可以戴耶 小心喔 小心喔 不是有人要洗手嗎 洗手吧 那個嗎 那個嗎 那妳還可以弄 是要怎麼用 怎麼了 不要 小心我吧 小心我 讓他先撕掉了 對 渡兵 有 你說你...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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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 肉類跟蔬菜類都要均衡 有 雙層 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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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會咬喔 天啊 好強喔 欸 晚餐大廚耶 晚餐大廚耶 晚餐大廚 要第一道菜就完成啦 好棒喔 天啊 好厲害喔 他這個就要好好看喔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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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香喔 真的很香耶 會做菜是件很幸福的事 真的 大廚 可以了 大廚試菜 小心燙喔 好 你可以大廚試菜 好喝喔 大廚慢慢吃 真的很燙 好香喔 翅膀 你要喝什麼 我想喝可樂 怎麼有李鳳的味道啊 欸 哇 這蝦太厲害了 可樂的 來 日式綠茶 這蝦真的很值得買耶 我可以吃那個比較焦的那個 可以耶 等一下燙耶 你要用手嗎 可以可以可以 確定要抓尾巴 這蝦好 這蝦跟你們寫著女星的身材一樣 好 謝謝 妳要挑 寫著女星啊 這個肉要小心不要讓它太老喔 就是中間的那個豬肉 因為它剛剛都是生的 這可以嗎 那不行 出事了 把這個拿出來 我的天啊 這個好燙喔 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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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好燙 這個感覺好燙喔 這感覺好燙喔 已經好燙喔 這感覺好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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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感覺好燙喔 能不能吹嗎 你能吹嗎 這感覺好燙喔 這感覺好燙喔 這是水瓶座的蛋白喔 不好意思 真的我 一直空打噴嚏 在0時3點 26點好 你們可以吃一點 為什麼要燙 我陪你滴水 说耶 当然了 再跟我这边 如果你突然喝了个喷嚏 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 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 那是因为我关心 常常想你说的话 是不是别有忧心 明明很常相信 却又忍不住怀疑 在你的心里 我是否就是唯一 爱就是由我常烦着你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 想我就多看一眼 表现多一点点 让我能真的看见 Oh bye 笑说一点 想陪你不止一点 多一点让我心得情愿 爱你 你自己看外面的那个夜景 好美喔 没有那个 很美 好笑喔 我们今天是百万夜景 百万夜景加百万的晚餐 那牛排的那个粉红色 怎么太厉害了吧 你自己看一下这个牛排 好扯喔 熟了 好甜的 很好 今天真的很风筝 真的要来 这次是我们露营以来 第一次吃的最像露营会吃的东西 其实露营就是这种快速简单 对 我们都会做那个上手机 你们讲的很像你们以前露营 都是吃那种不是能吃的东西 没有 就是吃这个台菜 像桌菜 火锅类啦 对不对 对 你们不是有那个吗 自带什么吗 写真吗 有 还有我短板的时候 几年前 去年啊 去年 去年 很辣 冯面很痛 开门吗 天啊 现在还有货去下单 好 开玩笑了 已经没货了 绝版了 绝版了 这是最后一版吗 我明年还会有新的作品 这部分 为什么不今年呢 因为我要跟 我还有音乐作品要一起筹备 没有 对 我想要为雅涵当初 一开始接到 这大尺度的时候 心里的感觉是什么 绝版了 很害怕啊 很害怕为什么 我有找 一定会的 而且我有找别人陪我一起去拍 真的吗 谁 就是朋友 女生朋友陪我一起去 因为第一次接触那个 大尺度 对 这是女生拍还是男生拍 男生拍的 拍内衣而已 那时候 哇 女生也能干 应该20还是21岁的时候 然后就找朋友陪我一起去拍 然后拍了几次后 比较有经验之后 我才开始自己去拍 天花板 刚才 他刚用斜眼的眼睛 对 斜眼的眼睛 而且刚刚正在讲说 而且两 阿沙利 这么厚 天花板 他都不接跑 我再说 就是比较日本的尺寸 就是特别大 就是A专版 对 金专版 而且我这次的封面是 双封面 还有一个小贴心的地方 就是隐藏的彩蛋 我还做 内封 我可以吃的 这个隐藏版很猛 是 大家粉丝看到的时候 有没有 看到 有 他们有金服吧 他们肯定 那林湘是几岁的时候 开始拍到还有吧 其实我拍大尺是 我帮妳看一下 所以我写真的有大尺 我在外拍的时候没有大尺 而且我大尺只给女生拍 对 我比较 比较会害羞 对 比较害羞 我也是 而且你知道我今天就是在 去采买的路上有问林湘说 对你来说什么是大尺度 然后他就说 我对于尺度这两个字 已经很模糊 这是无尺度吗 全落 全落之外 这本写在如果没有一些 全落的部分 我就觉得这个可能 尺度好小 对 尺度好小 所以他已经全落了 已经没有近乎全落 就是全落 对 就是三点不露的这一种 那怎么办 这样我尺度对你来说 会不会太小 我跟妳讲 我刚刚看过壮壮 壮壮 看完了吗 我看了几张 对 因为我 还没有实体出现 针对的部分是我没有的 它的针对是 超厉害 它的屁股真的很强 它的那个一边的屁股蛋 它就看成一颗土 很厉害 我比较运动风一点 对 你的屁股真的很好看 你真的 你刚好没有烫伤 屁股真的很直线 对 我刚才有看到 保护好它 对 真的很直线 你要保险 我屁股我真的下次去残一下 蜜桃要薄一下 真的 很乖 超好看 我请铃蛋 我会怕 我会怕 我还没准备好 等一下 准备好 小迪先好了 我觉得是一小的屁股 屁股跟胸部 我觉得 屁股更吸引男生 其实 真的吗 真的吗 大家看内内 因为现在内内太多免费的了 所以真的要分不然 很好 内内是我 是免费的 我 真的比较抱你的步伐 拿到 你就可以来找我握手抱抱 马上来见到我 好 你要找的时候 你要找一下 反映一下哪一本 买一千本 可以这样摸 抓我屁股 你先 太厉害了 你跟小董事 我 不要为了买一千本 我先 你前方那位 就会买一千本 还是大家会团购 对 然后只能一个人摸 但是只有一个人 那个人要怎么选输 那个要怎么选输 大家团购 抽钱 其实当然卫生剂吧 其实她也没摸到 对 还是就是有种 有种 狗山打牛的感觉 第一个人抓 后面就在自己接着 一直接着 感觉有摸到 然后你抓他 就这样 有感觉有摸到吗 有没有摸到 你要抓一下 对 你要抓到视觉效果 你要顾不去翘起來 等一下 你要摸它 你要摸它 抓一下 就是什么话 有吗 有感觉吗 有 有 有 我都可以抓 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我的感觉很彈 等一下 我演就算了 你兴奋什么 你觉得 不是 好 其实感觉都感觉到 我就觉得很兴奋 好 我就很兴奋 如果真的大卖 特卖 我们就这个方式上 这个方式 可以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 曲玉到底什么时候要出现 对 其实不是 我也不太出现了 真的 我是跟 隔学一起 我真的很期待 我跟你说我屁股一下 也很厉害 屁股上 站起来 传一下 传一下 就像这样 有感觉 超寒的 赫巴 你们会抓 我不想用抓的 不想用抓的 有神寒吧 我发现雅寒真的很兴奋 你兴奋什么 你兴奋 小小动作就很有感觉 因为通常都是 别人在讨论我身材 从来没有我去讨论 别人身材过 对 你也很乐在其中 对 没想到讨论别人身材 是这种兴奋的事 就蛮快乐 比较给大家很多人 不好 这种变态 前的时候就很 就是很 姿态很高 就觉得才不要 才帮到人家看我的身材 我要包起來 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 就会觉得 趕快看 我可以讲 我拜托妳看 我妈也是一直拜托我去拍写真 我懂 她用拜托 她说你现在这么年轻 身体这么好 赶快去拍 这样子 妈妈反而会很希望 我觉得现在的家长 好像都蛮开放的 因为写真又不是色情 对 就是拍得好艺术 对 可以为自己留下纪念 但是其实我自己还蛮想要出写真 但是我想出的是那种 出去玩吗 或什么的那种 我跟你们说 小滴身材很好 对 很舒服我的那种好 你让我们这样肉眼就看得出来 我真的还超好 我有一次就是跟她一起 录节目的时候 她穿比基尼 我吓到了 她不是在比率 我还有没有穿比基尼 保守的 保守这样子包 好想看 哪一集 敲碗哪一集 你去看要去哪里玩 对 连绳的吗 是连绳的吗 就是可爱型 可爱型的 可爱型 因为我当初也是啦啦队 女孩队长的角色 转换成团长 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就是 这个感受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女孩的时候 她就像一个守护天使的角色 你把你的欢乐 把你的快乐 把你的敬业代表 你现在在现场看的球女朋友 她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工作 她救赎了 现场可能因为一球难过 因为今天球赛又输的人 她得到了一点点疗愈的力量 所以我都觉得 啦啦队是一个 世界上真的是超级棒的工作 但变成团长的时候 她多了一点点责任跟压力 因为大家跟着你 大家是跟着我喊 我要现场的人 可能会在谩骂球员 会不会打 我跑得都比你快 然后就说什么又一K又一K什么的 你其实都是现场可以承受到这些 但我在当女孩的时候 我就是那种笑笑的 对 反正不关我的事 漂亮 反正不关我的事 对 但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就是 来 声音再拿出来 大家一起站起来 也有很多人直接吐我 走开啦 真的 不要打那么烂 这样什么的 一定有啊 那你当下的心情是什么 我还是会很难过啊 超级想赶快跑去那个 可是上面要骂你 是因为还是有人是看着你 就是想要跟着你一起的 对 所以你要为了哪一些人而努力 而不是就是 叫你走开的人那样 对 所以 我觉得是 心态要调整好 心态要调整你扛的也更多 然后你会更注重你说的每一句话 我其实一开始来拉对女孩是 蛮突然的 因为我原本其实是要去演戏 你们知道我在 我那你去演 你要演戏 我去演 对 对 对 我本来是 就是去女孩之前我有演戏说嘛 然后后来本来要去三立拍八点档 然后后来因为一些 就是反正就是图中有一些小事情 然后就没有拍 然后刚好看到乐天女孩在征选 然后想说 好 我去参加看看 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要 会这么多舞蹈 我不知道你们要跳流行舞 我以为就是 应援啊 可能对 就是这种简单的 但我也不知道你们有这么多手 大家都以为 拉拉队很好当 没有 我们要自己跳舞蹈 能不能 超难 他那时候他练完 然后他那时候头很痛 因为我们那时候可能刚学两支舞嘛 然后下礼拜要验收 然后说 你是不是觉得很累 他说 我真的很佩服 你可以进那么多 我说他 对 我说很佩服 他可以再 在那个乐天年 这么久 这么多年 真的很厉害 而且我们一开始进来 学这么多舞 我真的是 而且我用塞的给他 真的是吓到 因为没办法 就是太 这个时间太短了 他都懂你 我们三个都是那种 直接被填压式的 对 然后因为 所有的技术 因为曲艺他们也就是 把全部的歌都只教一遍 然后我们回去自己练 所以我们那时候练习生 全部都是 有时间就会狂练 就集合在一起 一直练一直练这样 所以真的 真的能靠练习 跟自己练习的 真的蛮辛苦的 真的 真的蛮辛苦的 这样回想起来 我会觉得说 我也太厉害了 可是你也撑过来啦 对啊 我又觉得 重点是撑过来啦 撑过来就是你的了 对 我觉得我这个人的个性 比较像是 别人看不起我 我就要约束给他们看 所以其实 就是真的有不喜欢 就是不支持我的声音 我就是自己 把它转化成我的力量 而且他那时候很棒的是 就是每个人这样罵 可是他一个一个回 我觉得蛮厉害的 好棒 重点是我还说 我下次会更进步 对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就会就是不回 好厉害喔 然后你就做给他们看 但他不是 他是边回边做 对 有边回边做 直面都面弄 回完之后也是更努力 而且那时候练习 我觉得训练自己的EQ 对 但我觉得他有成长很多 一年内 对 他进步超快 直接晋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而且其实有很多 现在有很多项鸣 就是说 林香我跟你说 其实我一开始真的很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你只是靠 靠肉奶 靠人气才进来 结果我看到你正年的努力 结果 结果我看到你正年的努力 我现在变成你的乡名了 真的 真的 好感动喔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你如果对这件事情 没有那么大的热忱 真的不要轻易尝试 真的 因为你会在中途 就觉得很挫败 但如果你真的很喜欢 你就会一直去 有动力 实践他 我最近有听到一个 是觉得说他讲得很好的是 努力的人 有一天也是会超过天才的 就是你再怎么努力 还是会被看见 真的会 所以不要觉得你努力 也没有用 对 越努力越幸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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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好 好 别